大家好,大家好,這裏每日韓發新聞 今天先講一下遙控的問題 遙控是左邊的姿勢球 左邊我叫風向球 我按一下 這裏其實小人說 之前小弟也有說過 這裏是怎樣使用的呢 第一個問題,現在是否可以移動 第一個問題,要看到你的電話 這是N1號 你的電話有沒有支援到這裏 這是一個陀螺儀的東西 如果沒有,你不能轉換 可以轉換,其實它已經支援了 如果你轉換得好,不轉換得好 其實一開機就是這樣的狀態 一開機是這樣的,不能轉換得 看到嗎?一開機就不能轉換得 所以告訴你,你要按著 箭嘴這裡,左上角 這個公仔的左上角 它就開始轉換得了 至於現在的地圖 可以轉換同一個地標,同一個方向 如果你在一個紅色大廈 假設在左邊 你就是在左邊 如果你沒有轉換,可能在下面 會錯位 當然要開這個 先記住 這個 這樣就會錯位 先開這個 飛行一定要開的 這個一定要100%開 另外就是加好 隔離是否加好呢 按了加好,有甚麼用 好像沒甚麼反應 但是如果這個飛機飛出這個地圖以外 假設它就看不到 我試一試 現在我先飛出這個地圖以外 這個地圖以外 飛出…我飛出地圖以外 看著了,已經出了地圖了 可以嗎? 好嗎? 飛出地圖以外 如果我想回看它 我就要按這個 這個減號 這個減號 那… 那… 它飛過來 我先飛過來 看看它 它一路會看著 它會檢查 我們的地圖 一路地圖會移動的 下面的地圖 是吧? 是吧? 但如果離開了 HOME POINT很遠 試一下 一路飛 飛開了 HOME POINT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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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飛來這裡 那HOME POINT 是否不見了 那我按加 不見了HOME POINT 那我就加回加好 它自己呢 看看 放大一點 它就會配合到HOME POINT 等下 我按它出來 那它就會看回整個佈局 連HOME POINT 連整個佈局 那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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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它不行的話 你可以直接放大它 直接拉地圖 你就可以看到整個畫面 如果你說 OK 我不放大它 我按一下減好 那它只是顯示 飛機的所在地 可以嗎 如果按了加好 它就會放大一點 看完你的HOME POINT 如果HOME POINT 看不到 那你就… 那它還差一點 那你就要配合 推一點 那你就可以看到 你飛行現在的… 假設 為何要看到它呢 第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我方向… 向這個方向指了 飛機就在我大概11點鐘為止 那你實際看一看 那飛機真的在11點鐘為止 那為何11點鐘為止 那為何 有甚麼不行呢 就是問 如果你的飛機 假設是在… 我再轉去… 飛去旁邊 飛機呢 飛去旁邊這邊 飛去旁邊 那飛機呢 越來越… 移到旁邊 是嗎 移到旁邊 看到嗎 移到旁邊這裡 那有甚麼問題呢 就告訴你 現在的訊號是錯位的 應該呢 你要… 你要… 就要指向… 我把遙控移動它 遙控移動它 遙控移動它 它呢 就會指向… 飛機就在12點鐘為止 我接收位置呢 就在6點鐘為止 那這個位置呢 就是指著飛機 遙控指著飛機 就一定是正常 而且呢 那個訊號會強很多 如果你… 你現在是太近呢 你可能要飛幾百米呢 你可能不太好覺 飛得遠呢 這個… 如果指不正 如果指歪了這樣呢 那個訊號呢 就很快就會變了黃色 或者變了橙色 那… 就… 那… 如果你說 不想… 我不想動的人 那就麻煩你 你就要領回正的飛機 領回正的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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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收回正的飛機 那… 我收正回來 收正回來 你看看 那飛機呢 我可以動的 我不動 我只剩下 12點鐘位置 是吧 飛機頭指著我 那… 飛機的接收力呢 就是最強的 接收力 飛回來 接收力最強 是吧 OK 接收力最強 那… 我先過來這邊 這樣呢 實時位置就很清楚了 你現在沒有問題 因為很近 你飛到可能遠了地方 而你又歪了 你又像這樣 這樣就叫做 飛錯方向 飛錯方向 接收呢 就有問題 那有兩個方向 兩個方法 要不就是要指正它 要不就是飛機指正 那就一定指正的飛機 飛到那個角度 假設是一個目標的地方 你沒有飛機 飛到那邊 遷就你自己 你就很簡單領好它 還有一個角度就挑向那個角度 向天的角度就要指高一點 這樣就清楚了很多 為什麼有人走在下面 現在的空點是我在我們這裡 在我…H…怎樣? 紙井這裡降落 降落了, 沒看錯了, 是吧 中心指下去, 它就降落在台上 我暫時說到這裡 多謝各位來到這裡 好了, 好, 這裡沒有行不行 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